每天練習慣了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我都沒有說 但是就是我禮拜五比賽輸的時候 我會在高鐵上默默的哭 因為我們真的很想贏 然後每次都插那幾球 很喜歡運動的節目 然後我也是我的專業 然後又必須得帶隊帶團訓練 然後另外一邊又是家庭 然後就是真的很猶豫很猶豫 我到底要怎麼做 那其實就是家人啊小愛啊 然後也給我支持啊 竟然就是我的專長 我的專項然後又放在節目上面 那我有必須 我有必要去把這個團體帶好 然後為大家贏了這個比賽 所以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上來帶紅隊一起訓練這樣 我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我就聽到腳步聲 咚咚咚咚咚咚 我女兒自己 從門口 房間門口這樣開門 就說爸爸 然後過來就抱我一下 天啊 真的超不想離開家裡 對 我覺得我 真的有點 愧疚的感覺 弟弟 弟弟完全不知道 他一歲幾個月他不知道 反正我要出門 或是我只要一拿行李 一拿抱抱他就跟我說拜拜 拜拜 他就說拜拜 他完全沒有搞清楚狀況 第一個就是跟大家就比較熟 然後我也比較敢做一些 必須得管理 必須得讓大家知道一些每個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真的很想贏 我不得不大吼 我要告訴我的隊員 我真的很想贏 所以你必須得這麼做 因為我看到了 水球一開始下去 我就怕看出問題 但是 但是就是 場上狀態就只能大吼 那當然到了一個點 就是要很暫停 事實的調整 你們位置是錯的 你們兩個是錯的 你可以再近一點再攻 你們兩個錯的 你要反手 對 屁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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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進攻 所以你 後衛一直強調 就是守人 你不要去攻擊 攻擊就給他們 當你情緒到達百分之百 然後突然掉到零的時候 那種狀態是真的 真的一定 沒有人能承受的那種狀態 一定是先 哭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很容易 我們付出了 但是最後我們輸了 很想哭 說真的 我不能哭 對 因為 我覺得我必要讓大家 更振作一點 對 當一個 領隊 當一個頭 然後 你的想像 如果那個 頭垮了 那我們團隊怎麼辦 其實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說 但是 就是我 禮拜五比賽 輸的時候 我會在高鐵上 默默地哭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哭完回到家就好 所以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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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對啦 他就是 比較讓我會 讓我自己情緒先 先比較 穩一點 因為他也知道 運動員還有教練 其實就是 在一整天訓練的 那種狀態是什麼 一回到家 可能就是 進了MD 對 他已經不是 他已經不是我老公了 是紅隊的領隊 他也不是我老公 他真的是 贏跟輸 就是真的 差的超級多 很在意嗎 對 然後回來之後 他那個臉 就是 比如說就是真的是 連敗的時候 所以回到家 我想說完蛋了今天 就是回來之後 就一個黑暗的 就是幾天了 比他自己在比賽 都還要更認真 真的就是 現在就是 開始拍這個節目之後 搞得像就是 被當奧運的感覺 每天都是 很緊張很緊張的狀態